有旅游巴斯基早前被公司解雇 无法获得确认书去申请防疫抗疫基金的一万元津贴 共会希望政府放宽要求 让更多旅游巴斯基受惠 刘浩廷报道 旅客大减 很多旅游巴斯基都没有公开 政府宣布透过防疫抗疫基金 津贴每位旅游巴斯基一万元 司机照是在2019年1月到今年4月8日期间 持有有效的巴士驾驶执照 并且又为非专营巴士刑办商开车 就合资格申请 旅游巴公司要为司机签署确认书 每格旅游巴最多可以确认两个司机 由司机在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金巴任职 去年5月被解雇 知道政府有津贴之后 找金巴帮忙确认他们的身份 但被拒绝 他们回复我的信息就是说 因为我们是前员工被炒的员工 所以公司就不会帮我们签这个基金 完全不公平 因为我符合申请资格 帮他们的职工文说 十几个司机到截止申请日都拿不到确认书 他们先向旅游事务署交表 希望政府着情考虑发放津贴 战贴好事务基金的目的主要是救人 而不是要做这么繁复的程序 如果这个政府真的有能力 这个政府真的想帮我们打工仔 就必须要放欢迎这个审批 金巴刚刚回应我们的查询 说被解雇的员工可以直接联络公司 他们会因应个别事件协助 有线电视记者留停不到 一手掌握 有线新闻